不會變字串形式 所以這地方要把它塗String 然後就把裡面的字先放在String裡面 最後要輸出的時候 再把它加一個0就可以了 其他1也是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做好一個按鈕的視線之後 那2怎麼做呢 1跟2很簡單 你就是把上面這個地方複製之後 貼上來把這個改一下 然後這個改一下 其他把它改不用改 2也是一樣 把這個改一下 把這個改一下 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你就把它Save Save之後的話 我們來Run一下 給各位看 基本上你Run完 做好之後 上面沒有紅色的叉叉 也沒有紅色的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波浪狀的形狀 你就可以在專案上它右鍵 執行為Enjoy Application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幫你compile有沒有 compile到哪裡去 基本上它一定會放在這個bin裡面 bin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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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什麼 APK 就這個 所以 將來如果說你要 直接放在手機上Run的話 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APK 傳到你的那個手機裡面 然後呢 再把它執行 它就幫你setup起來 你手機就可以看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這個是手動傳過去的 或者是說你 USB插上去 也可以傳到手機上 也可以Run 那我們 建了這個APK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就大概這樣 那點了0 這邊就有0 點了1 上面就有1 點了2 那需求就這樣子 所以 請各位大概 把這個做出來 不過 你會發現 它一直點 它就一直出現 沒有清除的 所以沒有back鍵 沒有辦法怎麼樣 回頭 所以你這邊 也可以做什麼 一個清除 我如果清除需要 把它倒車回去的話 你可以再做一個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你上個禮拜 HoloWorld做得出來 我想這禮拜 這個應該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反正三個 那你會發現那個APP 寫APP的流程大概就是這樣子 123 就OK了 然後APK 如果說你不要發布成 在Google Play的話 你就把APK怎麼樣 其實我之前也有交同學 你就放在雲端硬碟上面 然後做個QR Code 讓人家去Download 也可以裝在手機上面 很快一下就裝了 你不一定要發布到Google Play 你就把它發布到什麼 發布到那個 你的雲端硬碟 這個等一下可以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發布出去 你今天做的東西 就已經在雲端了 可不可以馬上安裝了 可以馬上安裝 馬上可以在手機上可以看到 這個興奮的指數應該要比較高一點 因為我常常就請同學 一定務必要在你手機看到才算數 如果你手機上看不到的話 那感覺好像有錯跟沒錯 好像沒有差太多 那你就會很興奮的一直去Update 最後的話你可以把你的App很快的給別人使用 那別人有使用經驗 你就回饋給你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的App越做越好 最後呢 等到Ready了 你就可以把它發布到Google Play上去 那其實說真的 你要產生App就會越來越快了 所以你畢業之前呢 假如說多做一些App的話 這個將來你們的前景真的是一片光明 現在真的很缺這方面人才 那不是缺沒有經驗的 是缺有經驗的 現在是非常缺有經驗的 所以你要怎麼樣讓自己變有經驗 所以現在為什麼薪水差那麼多 就是因為有經驗跟沒經驗 你的待遇就是差十萬八千里 我深深刻了 所有 Rozogan說 那爾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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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 也可以選擇